大家好,我是海科硕一的陈轩琪,我最好教授是廖德玉老师 那我今天要报告的是以次代定序技术分析彭湖南方市岛 燕鸥牌以内经营序列并推估其实性 那前言的部分呢,先提到彭湖南方市岛周围因为地形的关系而具有海水永生的现象 海水永生使得南方市岛拥有丰富的鱼类资源以及生物多样性 那彭湖南方市岛也位于东亚、澳大利、西亚迁肥区 适当的地理位置与充足的食物使南方市岛成为过境鸟中途停基地 也是燕鸥重要的棲息以及繁殖的棲地 燕鸥呢,在台湾总共记录了八属十七种 而其中有七种与彭湖有繁殖记录 那燕鸥呢,主要有图片上的这七种 那我们主要,这次本研究主要做的主角是以左上角的白米燕鸥为主 那在过去的研究则指出 燕鸥的食物组成中大多以大洋表层的绿石性鱼类为主 而这些种类也是我们在这次的研究中预期会出现的种类 而本研究的目标呢,则是希望利用非心路性的方式 配合赤带地区技术来推测燕鸥实性中的鱼类组成 以建立未来燕鸥保育的参考资料 直接进入结果的部分,我们总共采集了65个排异的样本 然后这些共得到了60个科、134属以及196种鱼类 这60个科中呢,主要以臭度鱼科、天竹鸟科、虚鸟科、雀鸟科、雀鸟科、肺鱼科、青科、深科 以及乌尾东科较为优势 那我们来看一下每个月份的鱼类组成 5月的样本呢,主要以蓝色以及绿色为主 那分别是虚鸟科以及斐科的鱼类 6月呢,则是以粉红色以及桃红色为比较优势的鱼类 那主要是这两个分别是臭度鱼科以及见天竹鸟科 8月呢,则清一色之以粉红色为主 那粉红色则为见天竹鸟科 我们从结果能看出来 这三个月份中的实性组成皆有不同 而其中深科、肺鸟科、斐科、青科 皆为我们预期中会出现在实性中的物种 那本身研究的比较重要是出现了过去文献 并没有描述的臭度鱼科以及雀鸟科 虽然在过去没有被描述 但是我们则在采样的时间 有明确的看到臭度鱼科的鱼鱼 会成群的距离在水表处 那这样就有可能成为燕鸟的食物 而雀鸟科呢 我们则是认为 它会在一些潮池的部分棲息 那当燕鸟在潮池附近进行觅食时 就有可能会吃到雀鸟科的鱼类 那这是我们样点中其中一个样点 叫南铁詹鱼 那当它大退潮的时候呢 它在它的岛屿中 就会出现了许多这种潜水的潮池 那旁边则就是出栖息的燕鸟 那这样的环境就让它们有机会吃到这些鱼类 而未来的方向呢 我们就希望再将各月份的样本数增加 以利进行月份间的样点间的比较 那我们也会希望 因为燕鸟会去喝海水 那我们也希望采集朋友们都吃到了海水 来进行分析 然后再与排内的鱼类组成进行比较 来看是不是有些鱼类 可能是透过喝海水 而在分辨样本中出现的 而我们之后也会以南方市导的燕鸟为主 来设计一个高专一性的影子 来分辨每个排一样本中所属的燕鸟种类 这是我的参考资料 然后这是我们采样池的照片 谢各位的聆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